那這個一開始先稍微複習一下磁場 那磁力跟電力很不一樣 各位小時候應該都有玩過磁鐵 那就知道說其實磁鐵是有兩個級吧 NS那會有同性相似、異性相吸的效果 那很久很久以前呢 人們就有發現說可以用磁鐵礦來當指南針 那後來發現說地球是一個大磁鐵 好那各位知道那個如果你在地球表面放一個磁鐵 然後這個磁鐵的指向北方N就是代表N 這個N其實就是North S就是South 那如果它是磁鐵的話 那地磁鐵的北邊就是北極的它的磁性是SSN 請在訊息來回答 北邊 北極它地底下的磁鐵是SSN 對就是S 因為如果你真的去玩過磁鐵 就知道它其實是N和S會詳細 所以事實上磁鐵 你如果把這個一個大磁鐵周圍放很多個磁鐵 可能它會是類似這樣子的排列 所以這種磁鐵的排列的方向 我們就稱呼為磁力線 磁力線的方向 那磁力線是封閉的 因為你們各位可能都有打破過磁鐵 所以知道說它其實是 它會破掉以後還是會有NHG 所以你如果把它切一半的話 這裡就會是N 這裡就會是S 那你再繼續把它切一半的話 這裡就是S 這裡就是N 這裡就是N 然後再切一半 這裡就是S 這裡就是N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把它看成 很像是繼續有這些小磁鐵 繼續延續下去 只是這些小磁鐵本身就是這塊大磁鐵 很多個小磁鐵 集合成一塊大磁鐵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看出來 它事實上 這些小磁鐵的N極呢 它是一個封閉的回路 它是一個封閉的回路 所以我們古時候的人 他們就是用小磁鐵的指向 來當作磁鐵線的方向 那是一塊小磁鐵的 我可以看到 這個再次的小磁鐵 那,我可以看到 是一塊小磁鐵的 那是一塊小磁鐵 然後這個磁地線是封閉的 繞一圈會封閉 態度為 tixil 那麽 我剛剛問的是那個北極 地球的北方 他的池-G 你的指南针指向北 那意思就是北方有一个S级 在吸引你的N 所以我们的地球的北方 目前是S级 那各位可能有听说过地磁道转 好像几万年还是几百万年 会翻转 会慢慢的移动 它的磁级位置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人类生活的时代 北边都是S级 那其实那个SN也是来自于南或北 一开始是 我们只是把指向北方的这个词针 指向北方这级叫做N 然后后来发现说 指向北方的和指向南方的 那一级会相吸 就是你在玩磁铁就会发现 那所以合理的推断 地球的北方 它的磁性应该是S级 那么 磁力线它其实就是拿这些小磁针去排列 排列之后你就可以画出一条线 就是磁力线的分布 那它的密度 它如果越密的话 就是代表它的强度越强 越稀疏就是强度越弱 所以 如果我们把这个磁力线稍微再画一下的话 它会大概是长这样 那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就比较密集的 所以就是强 因为它这个圈圈里面有两条线 可是如果像这样子同样一个范围 差不多大 但是只有一条线 这样就是弱 所以用密集的程度来代表强弱 那接下来是 就是我们要介绍 这个电流磁效应 电流磁效应 在上学起是有各位的高三上学起 最后是在学静电 静电就是摩擦 之后会产生的静电 然后你可以用来吸引东西 或是用莱顿瓶 电容 来把静电储存 然后你再放出来 但是它都会一瞬间就没有了 它没办法源源不断的流动 它留一下就放完 静电都是这样 可是自从了1800年 1802年左右吧 1801、1802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就是电池 化学电池的发明 就是俗称的心铜电池 心铜电池就是用芯片和铜片 生理食盐水 不是生理食盐水 就是盐水 食盐水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回路 那你就会有芯片和铜片在那边反应 然后你可以做串联 那就会有越强的电压 那自从那之后 人们不用再一直去摩擦 那个静电产生器 静电产生器大部分都是要用 一直摩擦 一直摩擦的 那很累 那自从你可以交给化学 化学反应以后 人们就有一些比较强的电流 可以用 一直持续用强烈的电压和电流 然后就不小心发现 其实它会产生磁力 1820年呢 俄斯特 就发现说 电流附近的指南针 会因为电流的关系而受到磁力 那就是电流磁效应 如果你在一个电线 然后下面放一个指南针 那当这个电线是 电流是这样流过去的时候 那这个指南针会向后转 这是他发现的现象 所以代表说 其实这个电流I 它其实会产生磁力的 然后你可以用 指南针的指南针的指向 去画出电流I 附近的磁力线 所以结果呢 就画出来了 画出来的人不是 而是法拉帝 然后后来有人去找出 他的强度关系 用数学试来描述他 那个人叫安培 那我们现在都学安培右手定者 就是因为安培在这部分的贡献比较多 如果现在有一个电线 是这样子的 电流如果是往上流 那他在周围产生的磁 他在周围你如果摆一些磁针的话 这些磁针就会绕成一圈 这些磁针就会绕成一圈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关系式找出来 他其实就是会绕成一圈 然后越远离这个圈呢 磁力线越弱 磁场越弱 中间比较密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安培 他就发现说 你可以用右手来代表 电流和磁场的相对的方向 你可以用右手的大拇指 当作电流 那四只手指呢 就是磁场的方向 磁力线方向 这样子 这个应该各位都有熟悉了 那这个其实都只是在高一的范围而已 那真的到高三的话 就是要算 要算他 那我们先说 不用先说 我们就先 从B.O.Safa定律开始 同一个时期 好像是1820的隔一年 还隔两年 这个安培 他就提出了右手定者 然后同一时期 他是法国人 然后还有另外一批法国人 叫做B.O.Safa 那他们也是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找出这个电流和磁场的关系 那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要先回忆一下库伦定律 静电学的 库伦定律是 电力 电力是跟电荷有关 所以我们加一个电荷Q 然后他会等于 K 然后Q 然后Q 然后除以 R平方 他是跟距离平方 很反比 就是你如果这边有一个 Q 然后 他在他周围 一个 范围内 就会产生 这个电力 如果一开始没有电力 但是 你如果放了一个东西在这边 他就会受到电力 如果这两个都是正的 那就会受到排斥力 而且越远 排斥力越弱 越近的话 排斥力越强 越远的话 排斥力越弱 这样子 他的那个 弱的程度是 如果距离变两倍 就弱了 就剩下四分之一 然后距离变三倍 就剩下九分之一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Q 当然你的电力 会因为这个Q的大小 而改变 如果你是一库轮 那你受到的电力 就是一倍 那你如果是两库轮 你受到的电力就两倍 三库轮就三倍 那我们有的时候 不想要考虑这一颗的电力 我们就会把它除掉 除掉就是不考虑它 就把每单位电荷的受力 每单位电荷的受力 叫做电厂 所以我们会定义这个电厂 一是电力 然后去除上电荷 把这个Q除掉 那所以就会变成 KQ除以R平方 这是电厂 那这样就只剩下大Q而已 大Q的意义就是 它是一个电厂的来源 叫做厂员 这个大Q就是厂员 那如果我们想要去算一个 一个连续的电荷造成的电厂 我们就是把很多的厂员排列 然后再去算 它在周围产生的电厂 这个部分是上学期的内容 我们这边就不再赘述 那重点是呢 B.O.Safa他们也是想说 那我找到一个磁场的厂员 那就可以把磁场写出来 这样子 那怎么找磁场的厂员呢 这个就要插一下黑板 因为画图最好是画在中间会比较好 那同学如果要抄 你可以用荧幕截图 现在给各位一分钟 你如果想要抄的话 就荧幕截图 我可以用荧幕截图 那我要把它擦掉 擦这里好了 那边可能还会需要用到 那边可能还会需要用到 我们等黑板干掉一下 有人知道另外两位同学 他们怎么了吗 刘静轩和罗维一知道吗 可以回应一下 那如果你们可以联络到他们两个 最好就是也许你们可以帮他们一下 因为他们如果两结伴没有到的话 就不会过 把我们的黑板干掉一下 那边的黑板干掉 我们可以联络一下 还不够改 毕与沙发 想说要找出一个磁场的场员 那他们想的也是说 也许这个磁力 它也会是遵守 跟距离平方层反比的关系 就是距离变两倍 强度剩四分之一 距离变三倍 强度变九分之一 那我们要推理它的话 有一种方式是 先画一个单位圆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稍微的 把它拿来用 就是当时这个磁力的方向 已经被安培发现了 但是强度呢 强度会不会也是跟平方 跟距离平方层反比这样子 那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电流 比如说有一个导线 有一个导线是长这样 然后里面有电流 电流I 然后这段导线的长度 叫做 ΔL 叫做ΔL 这样子 那电流的方向 就跟ΔL的方向是一样的 电流的方向跟ΔL方向是一样 然后我们就把ΔL 的方向代表电流的方向 那我们就把这个ΔL放过来 这一段就是ΔL 然后我们这里画一个圆 那画圆的话 意思是说它到这里的距离 到圆心的距离都一样 到圆心的距离都一样 然后首先是一半的地方 这一段电流 这一段电流 用右手定者来判断的话 在这一点 在这一点它是出黑板的 还是入黑板的市场 请回答 在讯息栏 这一点 它应该是出黑板还是入黑板 请在讯息栏 来回答一下 除了罗维一以外 其他两位 成绩者有到了 但是这节课 算旷课了 因为已经超过一半 是入黑板 所以我们 不是入 不是入 应该不是吧 你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出来吗 是出黑板 对啊 是粗啊 是粗黑板 所以这里会是粗黑板 然后 这里会是入黑板 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再找这个圆上的 其他点 比如说 最上面 最下面 最上面 最下面 会不会有磁场 就像 你看这个 这个安培右手 它的磁场 都是这样子 都是平面 在平面上 那垂直的上面 和下面 会不会有磁场 请回答 可以再讲一次吗 就是我们要 现在要问的是 最上面 和最下面 会不会有磁场 你从这个图来判断 安培右手 定则 产生的 电流往上 那产生的磁场 是不是都是在平面 这里绕 那 如果是在这个 电线的前方 是向右 在电线的后方 磁场向左 那在电线的正好中间 磁场会是多少 这应该说方向 好不好 我直接讲好了 就是 各位应该看得懂 这个图 对不对 那安培右手 定则 是不是 电流往上 那磁场 在一个平面上 方向是这样 那你在这个 电线的前方 前方 磁场是向右 可是在电线的后方 磁场是向左 那在电线上呢 在电线上 电线的正中央的话 磁场的方向会怎么样 还是说 它 它有没有磁场 这样子 在电线的正中间 就会回答有或没有 这样子 会很难理解吗 不然换个问题好了 换个问题 同学说 在电线的正中间 有磁场 那请问 它的方向是哪里 如果你这根电线 这个手臂是电线 然后电流往上 它的前面磁场向右 它的后面磁场向左 它的前面向右 后面向左 然后电线的右边 是向黑板 电线的左边是出黑板 这个磁场就一直绕着电线 那这个电线的正中间 磁场应该要向哪个方向 向上 它就只能在平面 就只能在平面 它不会有磁场向上 因为安培右手定者不就 电流向上 磁场一定是这样绕的 磁场不会突然向上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你如果是在电线的右边 磁场进入 电线的左边磁场出来 右边进入 左边出来 右边进入 左边出来 右边进入 左边出来 那也在刚好正中间 不就不出不进吗 对不对 右边进入黑板 右边磁场进入 左边磁场出来 那正中间呢 不左不右 那不左不右 就不进去 磁场就不进入 也不出来 那就是零 可以了解吗 如果可以的话 请回应一下 再讯息来 他还差一位同学 罗维一可以吗 好 所以这样子推论就是说 我们这一条线 这电流 就是我们是用这个 Delta L当作电流的方向 它跟电流同方向 然后这条线 这条电流的右边 的右边 它是进入 进入黑板的磁场 左边是粗黑板磁场 而正上方就没有 正下方也没有 那它从这里 慢慢慢慢的往上到最高 它磁场应该是越来越 怎么样 如果在最上面是没有 然后这边是有 那我们等一下要问这个点 这个点啊 然后这个点啊 这些点呢磁场的强度 会越来越弱 还越来越强 请回答 从这个点往上 你慢慢的往上看 那磁场的强度会越来越弱 还越来越强 对啊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推论说 正上方是正下方正上方都没有 所以 它这边其实是最强 然后越往上会越来越弱 到这边会变成零 那弱是弱多少呢 这就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可以把 这个分解 分解 比如说我们以 我们以这一个为例 这一点 这一点到它的距离呢 因为是一颗球 所以距离是一样 可是它的强度变弱了 那它的强度变弱 要怎么去表示 是因为你可以把这一个 把这一个 磁场L呢 你可以把它分解 分解成 分解成这样 向量投影 投影下来 就变成这一个部分 黄色的这部分呢 跟这一点是垂直 然后 就是说我们刚刚好 好像红色的 红色的诊断 对到的磁场 是刚好就这样子比 大拇指沿着红色箭头 那磁场就是这样出来 那现在 你想要知道 这整段红色的 对这一点的磁场贡献 那其实 实际上对这点有贡献的呢 就只有垂直的部分 因为你这个黄色的 往上指 往右上 然后四只手指 磁场方向 另外一部分 是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 它就正好指着这一点 对不对 这个蓝色的 它的指向 刚好指向这点 那我们刚刚说 你如果正对着 正对着这个电流的话 最上面最下面是没有电流 没有磁场 那你现在只是把 红色的分解 分解成两个向量 分解成两个向量 这是向量的分解 那分解成两个向量以后 蓝色的这一条 它直直的对到这一点 意思就是说蓝色这一条 对它的磁场 是没有贡献的 因为我们的 这个电流指向上方 它的正上方或它的正下方 是不会有它的磁场贡献 那也就是说 这个蓝色的指向这点的时候 这点是不会有来自蓝色的贡献 只有黄色的贡献 那黄色的 对这一点的贡献就是 也是出黑板 那在对面这边 就是入黑板 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讨论说 它从这一点 慢慢的往上到最上面 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弱 那弱多少呢 其实就是红色的 把它投影成黄色的 那你就会发现 它的长度变短了 长度变短了 那影响力就变弱了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把这个红色的投影下来 其实就是它减少的强度 其实就是它减少的强度 那我们会把 这个角度叫θ 把这个角度叫θ 这里也会是θ 那黄色的就相当于是 红色的sinθ 各位看得出来吗 这个是θ 那红色的cosθ 红色的cosθ就蓝色 所以红色的sinθ就会变黄色 黄色和蓝色是互相垂直的 看一下吧 可以接受吗 可以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再重复一次 就是 刚刚有问各位 在电线的右边 左边都有磁场 可是两边方向是相反 那正中间呢 正中间就不左不右 不左不右 那磁场就不知道 要往内还往外 所以正中间是零 然后它的上面 只要是沿着这条中心线 磁场都是零 那所以我们说 这个红色的纸上去 这里磁场是零 这里也是磁场是零 那现在我们想要关心的是这点 那这点的话 它的磁场会比这点弱 可是弱多少呢 刚好你可以把红色的分解成蓝色和黄色 蓝色这一点刚好指向这个点 指向这个点 这个点对蓝色来说蓝色没有贡献 因为蓝色刚好是对着它 那有贡献的只有黄色 那黄色的部分就是 Delta L Sine Z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B-O-Safa呢 他们就像这个酷仁定律 他们要找出场员 那这个场员就是 Delta L Z 它要乘上一个I 乘上一个I 当然你的电流I越大 你磁场就越强 但是我们刚刚只是把电流I 先忽略 反正我们的I和L Delta L是一样的方向 所以呢 结论 微小电流单元 微小电流单元造成的磁场 贡献 对 对 quarter 来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磁场的场源 那我们的磁场 一个小小单元造成的磁场 就会正比于 我们的微小电流单元 I乘上 丢它L 丢它L就是这一小段长度 然后Sine Theta Theta就是这个角 然后呢 BioSafa他们猜想说 这个场源 它也是对这边的影响 也是会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就像库仑定律 或万有引力定律一样 所以这边它在拆 是跟R平方成反比 这样子 那最后呢 你要把它的正比关系 写成等式 就加上一个常数项 那这个常数项 经过的历史的发展呢 是我们会习惯在它的分母写上 试拍 这纯粹是为了方便 历史上的一些数学计算的方便 所以会在 你说为什么不要只写一个muling 然后还要多一个试拍 这是有历史原因 那这个就是常数项 然后再去乘上 i 然后丢下L sin c 除上距离平方 这个就是BioSafa定律 就有点类似 库轮定律 电厂 一个小小的电厂 贡献 它就会是 K 然后 Q K 然后呢 Q 除以R平方 这个就是所谓的 厂源 厂源 框起来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厂源 好 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 到13分 正在这种情况下 进一步 后再继续 有点 说 现在 这就等会有我们алось 好 是 感谢观看